那今年卖卖不让美的几个文具 前几笔 你喜欢的男朋友是哪一种 我觉得这样长得白白净净 但是还要身材陪我 最好还要负点前净 这样可以保护我啊 像这种要求我这辈子都没见过 你要的男朋友来了 而且一下给你算了 不但长得白净 那身手更是了得啊 当有了男朋友笔之后 我的同学二狗子 再也不敢欺负我了 十八指阿里文俊 这是我的好闺蜜送我的生日礼物 拿到手上我一脸的猛逼 我把这两只小狐狸慢慢拉开 问我的闺蜜翠花 这是不是手风琴 如果不是手风琴的话 那应该就是变迁纸吧 翠花说我猜错了 都不是 其实它是一个手机支架 真是没想到 用纸也可以做成手机支架 而且还挺牢固的 用它追剧一点问题也没有 举一反三 这第二只狐狸应该就是一只笔筒吧 用过这么多笔筒 还前来没用过纸做的笔筒 而且我还发现 这个笔筒可以无限增大 想装多少笔 就装多少笔 桌面收骂神器 这是小卖部老板强烈推荐给我的 说桌面乱糟糟的人 用了它之后 瞬间能变得干净整洁 这说的不就是我妈 赶紧买两个回去 看看它是不是真的有这种神奇功效 但是结果还是令我失望了 我把这两个神器 放到我那杂乱无章的桌面 等了很长时间 桌面并没有变干净啊 后来我才知道桌面收纳神器 其实是用来整理桌面上各种电线 这里刚买回家 我妈就怒了 她问我到底是学生还是园丁 整天不好好学习 经整这些乱七八糟的 我说种花种草也是一种学习啊 话还没说完 我妈的鸡毛板子就飞了过来 一共有三种植物 爱情草 琴丝草 新型草 交上生命的源泉 静静等待它们发芽 第一天 新型草居然开始发芽了 仔细的看才能看出来 第二天 新型草和爱情草全部都发芽了 尤其是爱情草 生长速度很快啊 第五天 貌似没有多大的变化 一周之后 这爱情草长是喜人啊 这新型草还是不紧不慢的 就是这情丝草还一毛不长 闻起来似乎还有一股 一个月过去了 只有爱情草在肆无忌惮地疯长 这是在预示着我什么吗 快递不改叶 快递单怎么也想不到 还有特意为它研发的土改叶 闻起来像浇水的味道 先试试土考题 会有变化吗 没有任何反应 于是我从垃圾桶里 还出一个快递箱 轻轻这么一抹 真的有变化啊 十秒钟之后 自己完全不见了 这是什么科学原理啊 简直太神奇了 就不用费劲的撕快地址了 这些文具你用过哪样